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上個禮拜 農業局在這個市議會備詢的時候 蔡復進局長說 新的果菜市場沒有要蓋了 要改蓋做立體停車場 這跟原先 市政府告訴社會大眾 已告訴自救會的徵收目的 截然不同 我相信這是所有高雄市民 不能接受的 也是自救會始終所不能接受的 這裡我們有十一位人 將對農業局的 局長蔡復進 副局長鄭清福 以及科長 胡志明 還有高雄市市長陳菊 提出告訴我們 包括圖利私人 迴損建物 違法徵收 以及詐欺被信等 提起告訴我們 對於這些警察成為市政府的打手 對於這種國家暴力的行為 自救會在這裡 也對這些警務人員提出告訴 包括到刑法125條難權逮捕 以及包括到刑法302條 妨礙自由等罪 我們發現陳菊 他又偽造了這個假的名義 所謂的這個 攤商不希望牽移的這個假名義 說 繼續維持這裡做果菜市場 這邊拆掉這些房子 沒有要蓋新的果菜市場 住戶真的受不了了 居然自己好好的家 被拆了蓋停車場 被拆了蓋公園 所以 我們在上個禮拜 我們已經劇狀 在這個告訴其滿的最後一天 已經針對剛剛提到的 陳菊 還有農業局的局長 副局長 科長 還有兩個分局的分局長 提出了剛剛的這個告訴 我們在去年 針對會長 自救會的會長被毀謀 還有其他的住戶被恐嚇 我們已經在去年 九月份提出告訴 目前地檢署 雖然有開過一次庭 針對我們提出的這個十一個議員 還有這個十三個里長 這個案件開過一次庭 目前還沒有結論 但是我們這一次 我們又在追加提出了 剛剛提出來的相關的告訴 現在目前收回土地 還有這個徵收失效的部分 在內政部審理當中 內政部已經發了兩次的公文 要求高雄市政府 趕快回復處理情形 他們要回報來做結案 來做一個準博的處分 但是高雄市政府到現在 還一直延宕推脫 甚至於把整個徵收計劃變更了 那我們也已經向行政院 以及內政部 說明說本件計劃核准的是 用地是火菜市場 今天它如果變成天車廠 或置紅池的話 它必須要廢止徵收 重新辦理徵收 那這部分 內行政院也已經去含要求 高雄市政府回復 到現在也都沒有回復 我們覺得這個部分 是在糟蹋我們這些住戶的權益 甚至於是明目張膽的脫法行為 所以我們希望說 無論如何 從地檢署 從行政院 從內政部 甚至於從法院 我們希望能夠還給這些住戶一個公道 謝謝 這是自救會上個禮拜 協助攤商做出來的民調 那市政府 上個禮拜 在市議會說 說這個 為什麼不建新的果菜市場 是因為高雄市政府 從善如流 因為高雄市政府 顧及到這些攤商的權益 所以不建立新的果菜市場 那我們來看看 究竟事實是怎樣 第一個 第一個問卷 我們調查了234則回應 也就是說有234個攤商 已經到高雄果菜市場裡面 總共只有300個攤商 所以我們的有效樣本 已經有了過半以上 第一個是 攤商是否認為 會造成未來運送貨物的不便 那我們可以看到 有98.7%的攤商 接近百分之百 認為新的果菜市場 會造成他們運貨上貨的不便 第二個 請問攤商是否同意 連接市場北側 直接打通石泉路 也就是現在市政府 新的道路計畫 那麼 這裡一共有96.6%的攤商 是不同意的 根本就不是市政府 所謂從善如流 最後我們來看 是否支持市政府 改為不簽建 舊果菜市場 另建停車場 則是有93.6%的攤商 是反對現在建新的停車場 然後讓他們留在原地 所以最後我們問了這些攤商 為達這些共識之前呢 是否停止開路的工程 高達99.6%的攤商 是要認為要停止所有的開路工程 那這樣的民調結果 市政府居然可以說他從善如流 我們來戴一次口號 政策法轄彎 政策法轄彎 虎頭雜彈關 虎頭雜彈關 請示範 請示範 等等 請示範 阿福 П靜 2018 等於 我